教育部多次表明不打算重启小六检定考试UPSR 但是12月最近高调的宣布 计划出台自家的小六评估系统 具体是怎样的系统呢 目前不得而知 但是教育部最近和业界交流后 发现大部分人始终不认同现在重启UPSR 教育总监南路巴哈鲁丁 今天接受媒体访问时表明 教育部发现社会大众更倾向于 以道德价值观和品德培养方面 作为基础的教育模式 如果小时候只专注在课堂 这可能会埋没孩子的其他天赋 巴哈鲁丁诚心 他言下之意并不是说考试不好 但是现在他认为一个应该 栽培学生的品德和价值观 巴哈鲁丁bre cer臣承课 巴哈鲁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